由於時間關係已經攪拌好了 先將粉絲放入羹 不是放入膠羹 我前面的粉絲 放入膠羹 將粉絲倒進去 慢慢倒 倒入 用一隻羹掃進去 然後繼續攪拌 攪拌至均勻 就可以倒入石子兜 然後就可以冷 你便做好第一盒的啫喱 容易做嗎? 明早就可以割開一粒粒做啫喱糖 小心點,不要太快 你繼續攪拌 要趁熱攪拌 冷了就變成粉 不是 我給我攪拌 這樣攪拌 要磨到底部 要攪拌均勻 要不然 有些粒粒粉在裡面 你會覺得 哇,一粒粒粉 是什麼來的? 知道嗎? 好嗎? 均勻了嗎? 我還好 好嗎? 放入冰箱